現在的需求是這樣,你們可以先把那個問題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需求是希望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主要是透過這個下拉清單要做查詢的動作 也就是說這個123班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A欄也有123班 也就是查詢條件,它是在A欄的部分 那也就把怎麼呢 找到A欄的部分 如果 如果 這一個條件裡面,假如它是跟那個A欄是相等的話 然後就把那個 A欄裡面的 姓名一直到地理的這相關資料,幫我把它複製一份到這邊來 也是把它列個清單啦,比如說我這邊示範,就是點一下一般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一般應該是這個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 四個 五個六個,六個,六個,六個人要把這個資料搬過來 不過呢,當然要怎麼樣做會比較簡單 這裡的話呢,當然如果你用那個A欄裡面的函數 我們要非常非常的複雜 其實做法當然我們 希望是能夠最簡單,不過看起來好像似乎如果你想要用那個內建裡面的函數 把它完成這件事情,似乎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如果把它寫成直接寫VBA的話 那這一題相對會比較簡單 當然 有幾個做法 我們大概 跟各位說明 要不就是什麼 你 寫個VBA的程式 比對一下這兩個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把後面這三個放在他指定的 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個可能稍微思考一下 或者是另外有個方法 就是 在椅子友裡面還有一個功能,叫做篩選 那其實篩選的話呢,你會按一下篩選 它這邊的話 會出現有一個下拉清單 你可以針對什麼呢 針對這個篩選的部分 把它 下拉之後的話 那這邊就有文字篩選 你可以這邊等於的時候 把這個裡面的條件 一般的這個條件 把它輸入到等於裡面 它會幫你只留下一般的部分 比如說這邊 一般 如果等於一般的話,按確定 一般就出現了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再把這個A2底下的資料 Ctrl-Ship向右向下 把它Ctrl-C 這時候可以把它貼過來 咦 不過它貼過來 它會包含那個 所以如果你要貼的話,你可能不能貼在同一個 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篩選的話 你這樣貼可以啦 如果你要貼 Ctrl-C向右向下 Ctrl-C 你貼在同一個不OK的話 但如果你貼在不同一個 它是OK的 但問題是 變成怎麼樣呢?如果假設你又要把這個資料要搬回來的話 你要再一次把這些資料 再Ctrl-C 先取消篩選 再把它貼過來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Ctrl-C 再把它貼回來 這樣是 但問題實在是非常麻煩 它就沒辦法做出像這樣的 點一下,它可以動 OK,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 解決我們要的這個 需求 就是 當我點選 其中一個班級 它就自動幫我把 我需要的資料放過來 那當然是最好的 OK,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裡面的函數 至少會用幾個函數可以完成 第1個是if 第2個是用ro 然後第3個的話 small 然後呢 比對一下 意思是說 這個跟這些範圍比對 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那幫我把資料 抓過來 放在哪裏呢 放在哪一列呢 第5列上面 那 抓過來的話 會到index 所以你會不然又多一個 index 所以 1 2 2 3 4 還有color 5個 5個之後的話 還沒結束 6個ifl 所以如果你要做出這個結果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外面一定要包那個大瓜糊 所以如果你假設 什麼都不做 其實你可以複製第幾頁呢 第2頁的這個ifl 等於ifl 到哪裡呢 到那個 記得大瓜糊先不要複製 你就大瓜糊裡面的這個公式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Ctrl V貼上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 不過特別注意喔 外面的大瓜糊 不是自己打 像你會發現這個 外面的大瓜糊 千萬注意你不是用自己打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在那個seal裡面 如果你是要執行一個範圍 的篩選的話 就是 一定要記得 是所有的陣列 陣列的話 這個 如果你要執行陣列 一定要 記得一個組合的快速鍵 叫做按下 Ctrl Shift 再按Enter 之前是直接按Enter 那只是說這邊會多一個 Ctrl Shift加Enter OK 那你會發現 它就幫你找到了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把它向右 再向下的話 它就出現一般的結果 那如果你把它切到二般 你會發現 二般的結果就出現了 三般的結果 三般結果就出現了 OK 所以 最後的答案是 這樣 總共會用到 五個函數 加 一個大瓜糊 不過 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直接用 結果給我們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之前 我講完 這些函數之後 發現大部分同學 要正確把它打出來 是 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那有沒有簡單一點的方法 因為之前講完了大家還是一頭霧水 哇這麼多 而且 真的 一次要做對的幾乎不太可能 更不要說拿這個來考試 如果考試出到這議題說叫你把這個公式打出來 我看應該 應該沒有人會答對啦 OK 那這樣不是 有點把你們考倒 所以要跟各位講 這個是方法一 那我們 用方法二好了 那方法二的話是寫VBA 這個時候反而你會發現 如果寫VBA程式 以這一題來看會相對比較簡單一些些 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第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 序值一再把它拖拉過來 OK 然後你這邊再把它改成VBA 也就是說 待會你們 就是第一種方法 你們直接用貼的算了 但至少你要會貼 我再貼一次給各位看 你不要連貼都不會貼 如果到時候人家給你 給你答案 你至少要會貼 從等號有沒有 一直複製到 這個 就等於是B還大瓜糊 OK Ctrl C 再把它貼到 這個儲存格 把它貼上 那以前習慣是按Enter 如果你按Enter的話 你會發現 執行的結果是沒有 OK 為什麼沒有 因為你執行的方法不對 如果你要 執行這個範圍的篩選的話 記得一定要Ctrl Shift加Enter 它才會 整個幫你全部執行 然後 向右再向下 你再試試看 這個時候 它就會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這是方法一 我剛剛講的方法一 實在太困難了 主要為什麼要Ctrl Shift加Enter 因為裡面只要有 陣列的話 哪邊有陣列 你可以看一下index 裡面 這邊 只要呢 像這個就是陣列 大瓜 有沒有 也就是它裡面有很多資料要查詢的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需要用Ctrl Shift加Enter 讓它去run 等於是幫你把那個範圍 全部查過 可是 這樣的方式太複雜了 而且 程式 公式只會寫在 一行裡面 那如果說我們換個方法 這個方法一 方法一 所以你們用貼的算了 第一個 那我們再來看方法二 方法二的話呢 可能會相對簡單一些些 那方法二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 然後刮鬍 VBA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請出那個VBA好了 那VBA前面我們有講過 開發人員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打一個 VBA 那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我習慣把它縮小 放在旁邊 那當然呢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寫VBA 第一個 把VBA打開 第二個的話 要寫在哪裡 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模組 那這件是 一定要先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程式 寫在這邊 就可以了 好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寫一個VBA的這個程式 自先把它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撰寫功格 把它改12號次 再來的話呢 待會我們就寫一個VBA的程式 首先的話呢 我們就這一段 其實程式不多 那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規則 第一個的話 我們假設要寫一個 查詢班級好了 這先刪掉 這裡面這個 把它刪掉一下 裡面先清空 那首先的話呢 VBA第一個 我們先寫一個sub sub其實對應到就是一個按鈕 那名稱的話叫班級好了 Enter一下 那我們就等於是將來這個sub 班級 就可以對應旁邊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 幫我把 他現在是 哪一個班級需求 然後把資料給調過來 那我要怎麼寫那個 對應的程式 基本上第一個 我們 先 做比對嘛 那比對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會有個比對的範圍 那範圍是從哪邊呢 從我將來是要把什麼 把 這個 跟這個範圍 做比較 那怎麼樣兩邊可以 做 這個 重複比較 連續的比較 那其實很簡單 首先的話當然我們 因為這個是一個範圍嘛 2到12嘛 所以其實 如果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還記得吧 你就寫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什麼 第2列 到第12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OK 然後按個 TAB之後的話 在裡面寫什麼呢 在裡面比較 因為我們這個是這個範圍嘛 2到12列嘛 然後呢 跟他講說如果 如果什麼呢 假如這個儲存格 跟這個範圍裡面的儲存格一樣的話 那就幫我把後面的資料 放到 這個 我們要的這個位置 那怎麼寫 如果 哪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怎麼敘述呢 其他有幾個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當然就用range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是什麼 H H2 然後呢 如果H2裡面的資料等於 那 這個範圍的資料因為它會變動嘛 所以我們用sales sales的ID 那I的話會從2嘛 哪一欄呢 豆點 A欄 意思就是 我把 這個跟這個裡面的資料 比一比看看 如果一樣的話 Then 然後 要做什麼 再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有沒有就是 如果啊 這兩個是一樣的喔 才去做 這個底下的敘述 那這個底下敘述的話 我們按個TAB 做什麼事呢 幫我把資料 這個後面的資料呢 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那怎麼樣可以寫一個敘述 這邊的資料 複製到這邊 其實當然你可以一個一個複製 這個複製到這裡 這個怎麼複製到這裡 還記得吧 我們寫的方法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要複製的目的 比如說 寫在前面 比如說這邊是第幾列 這個是第五列嘛 所以就輸入5 第五列的什麼呢 居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怎麼敘述 其實啊 就是跟這個是 一樣的 只是差在欄處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 把這個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叫Sales ID的A欄 把A改成B就好了 這樣的意思是說 我把資料放過來 有沒有 那底下的話 B欄怎麼辦 其實一樣嘛 就把這一行 C 貼一個 兩個 三 因為有四個儲存格嘛 所以這邊改成什麼 BCDE 有沒有 就是意思說 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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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這個這個這個 有沒有 那其實是什麼 G H I J 好 這樣理論上 已經差不多寫完了 不過如果我把它run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三班有沒有 他會找到一個 把這個拿過來 但是如果你找到第二個 他又把它拿過來 但是還是放在哪一列呢 第五列 所以你會發現執行結果會怎麼樣 會變成只有 最後這個 仇正峰 為什麼 因為 假設找到這一個的時候 他雖然已經放在這個 這個雖然是放在這裡了 但是下一個又找到的時候呢 他又放在同一個地方 這個又找到又放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會變 蓋掉了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讓他 不要蓋掉 而是希望讓他往下 第一次 第一次 是第五 放在第五列 然後呢 之後的話就往下變6 變7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呢 這個有點像之前我們有寫個叫K的東西 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記得上個禮拜寫的 這邊有個K 等於 多少 我第一次是給5啦 有沒有 那我可以怎麼把這邊全部改成K 有沒有 然後呢 但是問題啊 如果你現在直接跑 就最好還是一樣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 把K 每跑一次之後 加1 所以K的吧 還記得吧 這個我們之前有 有程式寫 寫一樣的東西 K的意思吧 K加1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程式就寫完了 OK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現在 把它執行完之後 他的那個 每個班級後面三班就OK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換啦 比如說換成什麼 換成一班的話 那再把它執行一下 一班 一班的東西就全部搬過來了 OK 那 不過呢 這個地方 假設我要執行二班的話 你會發現會有另外衍生出來另外一個問題 怎麼問題呢 這邊有 出來了 二班好像只有一個 一個兩個嘛 可是問題喔 他這個下面呢 他一班的並沒有清除掉 所以變成怎麼樣 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最好是先把那個舊的資料清空 再去 查詢要的資料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撰寫的程式 大概邏輯 第一個 我們先開啟Visual Basic 這邊增加一個班級 再來的話呢 寫一個回圈 做邏輯判斷 如果相等的話呢 把 這邊的資料 複製到這邊 那這邊因為呢 他希望我們希望每一次 都往下一列的話 那我們多個K K的預測值等於5 每一次都把它加1就可以了 OK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謝謝 謝謝 好